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 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 知道上帝你宝贵的信息 求上帝的祝福就临在我们当中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今天的经段是 菲利比书第三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万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所以我们中间 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 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 上帝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弟兄们 你们要一同笑话我 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 因为有许多人 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我屡次告诉你们 现在有流泪地告诉你们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度负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 救世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段经节 某一面也是保罗深切的盼望 在罗马的竞技场 其实就有一点点像奥林匹克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奥林匹克的运动员 他们在奔跑一样 而在罗马的时代 其实他们就很习惯的 有这样的锻炼 而当时候的锻炼 其实现在的比赛 当时候就有 而且非常的流行 各地都有罗马帝国 在各地他所统治的殖民地上 所盖的运动场 而许多人 特别是罗马公民 他们会到这个运动场上面去健身 透过这个健身 他们在标榜身体的健美 透过这个健身 当然这里有希腊的传承 这个希腊的传承就是 过去希腊城邦时代 他们城跟城之间的彼此竞争 用战争来处理 而奥林匹克运动会 透过这个运动场的竞足 他们希望能够透过竞赛 真正的竞赛来表达 这种竞争的意味 但是又是一种和平的方式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里保罗用了这个比喻 他说向着标杆直跑 意思是在运动场上 我们就好像 我们这个人的生命 就好像站在 上帝示给我们 就放在这一条路线上 我们就努力的向前奔跑 我们被上帝调整到 什么样的路线 站到什么样的位置 不重要 而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如果我们有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要得那上帝 透过耶稣基督里面 找我们而来的奖赏 只要奔跑到终点 我们都可以得到 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冠冕 因此保罗用这样的方式 正在描述这件事情 他说人的生命 要紧的不在于长或短 要紧的是 我们是不是能够走在上帝 要我们走的那一条路上 而如果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 那么即使我们面对 未来即将会死亡的身体 那么上帝的全能 透过耶稣基督 他会帮助我们 即使是死亡 那只不过是改变形状而已 而这个改变形状 会是跟耶稣基督 荣耀的身体相似的 这正是保罗 在面对他的死亡 以及他在告诉我们 他所看到的盼望 亲爱的弟兄姐妹 生命会改变 我们如何改变我们的形怒呢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生命的终点在哪里 但是我们相信 特别基督徒相信一件事情 我们的生命在上帝主权里面 要紧的是 我们怎样奔走在上帝的主权 上帝的手中 那才是最要紧的事情 愿上帝的恩典就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 透过你的话语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怎样活着 帮助我们的生命是走在 你要我们走的那一条路上 让我们忘记背后而努力面前 你要给我们的奖赏 求主的祝福就临在我们当中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